1898、1999年間 這裏清朝駐軍被對美海英國軍隊趕走了之後 中國政府、英國政府、港英政府 都沒有接管這對面 任由平民百姓湧進來 霸佔清朝留下的軍營來居住 越來越多民主大眾進來 後期外面有錢的人湧進來拆了 改變這些不知所謂的樓宇 為什麽這350多棟大廈一定要拆呢 因爲全部沒有打莊 不得已住大部份只有三棟牆 怎麽為這三棟牆呢 徹底撐到紅階磚那邊 重鋪這兩座大廈的平面出來 告訴我們這三棟牆的大廈結構 紅階磚就是這兩座